对于一个只有Android手机的朋友来说 不就像我 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神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果使用Android手机来上iCloud的网站 刚刚我在测试 Format Mac或者是Format iPhone 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发现到 我的Android手机竟然不可以上到iCloud网站 Apple真的做就不太对了 不过要破解是有办法的 而且这个方法非常的容易 只是在还没开始之前 去同时打一个小广告 商场TV会一直更新 关于MacBook和MacOS的 需要小技巧 如果你喜欢这方面的资讯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商场TV 我们现在开始吧 这里我会使用的Android手机 是Samsung Galaxy S4 我相信 Oppo,华为,小米这些 的游软器都是一样的 所以操作方式会相差不远 是不是很简单呢 不过我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 当我使用Android手机来上iCloud网站的时候 发现到它的网站和卡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只有我的手机有这样的问题 还是iPhone的朋友也会这样 或者是连来OPPO小米或者是华为这些 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欢迎你分享你的经验给我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关注的话 欢迎你给我按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上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三号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